Z世代大人 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科技的確可以改善生活 以前聽障人士如果需要打電話 基本上只可以透過文字訊息 不過很多時服務供應商的熱線 主要提供語音服務 他們要使用起來就很不方便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Pedius App 結合語音識別和語音合成技術 實現短訊文本訊息和電話語音訊息交替轉換對話 令聽障人士無需在第三方協助 亦可以發聲通話 在任何時間都可以致電電話服務中心和公共服務 實踐社會共用 今次Pedius火拍香港網絡服務供應商 在香港推出Pedius服務 面向全港大約15萬的聽障人士 並於日前舉行了發佈會 亦即場做了個示範 我們一起看看 聽障人士和見聽人士對話的時候 可以先將要表達的訊息 用文字的形式打出 對方正在輸入 文字訊息會即時被轉換成為語音訊息發送給對方 現在出發4天 對方收聽之後可以語音方式回覆 而語音就會即時被轉換成為文字 並傳回給聽障人士完成對話 對方正在輸入 接聽電話的一方 無需安裝Pedius App 都可以如常使用 另外 CSL以贊助的形式 為本地聽障社區提供 160張一年本地流動數據的SIM卡 配合聲展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贊助的Pedius App 全年免費使用通行證使用 為求給更多聽障人士受惠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 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先說到這裡 Bye Bye